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介绍这个 千万的Image Editor 这个新的功能真的太强 如果说Flux Context 是对表Charge LGBT的话 那它就是对标Flux Context 我在这里用了六个范例给各位看 然后它这里有非常多的范例 那我实作六种给各位看 这六种是我认为比较常用的 这样 那这个模型呢 我也都帮各位找好了 这个加速模型就不用说 这个我们上次上一集 我跟各位交过了 就是在哪里呢 可以找到这个四部的加速模型 然后呢 它这个GGUF 我们也跟各位交过 你记得 你的GGUF节点呢 你一定要更新到最新 然后它的量化模型呢 在这一边 这个千万的编辑Editor的量化模型 在这里 显卡比较小的朋友呢 可以去下载 然后呢 这个编辑的官方的原始模型呢 在这里 有40GB的 也有20GB的 那我只能跑20GB的 所以我就跑20GB的给各位看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 这是我们本来的工作流 上一集的工作流 然后稍微修改一下 我们多了这个 Image loading的功能 然后呢 其实你各位也不用去修改 你各位只要Comp UI 更新到最新 然后这里呢 有范本 你只要打千万QWEN 这里就可以直接使用它的范例了 然后功能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讲这个工作流 这里我用了六个比较常用的 就是说老照片修复 把这个老照片变成这个彩色照片 有没有 这个徐志摩变成这个 这个现代的照片 又或者呢 把动漫人物呢 变成这个真人照 好 那或者呢 我们去改这个照片的文字 这里呢 把QK2000呢 改成休息2000 好 那又或者呢 我们可以去移除物体 把盆栽给移除掉 又或者我们可以新增物体 去新增小猫 或者呢 我们有商品图 叫VI帮我们穿上这件商品图 有没有 其实呢 就是非常强大的 那 因为我六个都跑过了 所以呢 我就直接试一个给各位看就好了 比方说我们就直接试这一个 好 我们就直接试这个给各位看啊 好 有没有 QK2000呢 变成休息3000了 而且人物一致性呢 是很高的 我们可以来看看 人物一致性是很高的 有的人说啦 就是 人物一致性会偏调 那我有发现呢 就是 为什么某些情况下 人物一致性很高 那是因为呢 图片训练呢 有很多种解析度 那你比较 你用比较通用的解析度的话呢 人物的一致性比较不会跑掉 这样 所以这个给各位参考啦 那你如果用比较 不常见的解析度 也是他训练素材 比较没有的解析度的话呢 那他人物一致性的话 就比较会偏离 那他人物一致性的话 就比较会偏离 好 那这个就是呢 这个千万很强大的一个工作流 那我们呢 可以用这个 这个 GGUF跑一次给各位看 比方说我现在呢 就是 用这个 好 那我现在呢 用这一张 这一张呢 就是我刚刚叫他把这个 衣服冲向热人 那我们把它换背景看看 我跟他说呢 我要打中文哦 刚刚 好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图呢 拉到这个 Image 然后呢 这里也是VAE 要连过来 这个VAE 也是要连过来 这样 这样 那我们呢 把 跟他说呢 帮我将 我们跟他说 帮我将背景呢 赶到海边 执行一次看看 好 完全没有问题 人物一致性也是很够的 然后背景呢 就改了海边 那这个模型说真的非常的强大 如果要我打分的话呢 我大概会给他90分 因为光是能够改中文字这一点 就真的太强大了 好 那资源呢 我都会把网址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有兴趣的大家自己去下载 那这个使用方法呢 我也会放在说明栏下面 大家有兴趣的在自己去看 中英文都可以 那我还是觉得英文比较好 效果比较好 好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如果觉得我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